已经live了 ok 稍微等一下 那个一般这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稍微 解决怎么可以对上来的这个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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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 张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人去哪儿吧 张老师 好 那我们开始了 那个 我先 我先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张老师 那个 大家下午好 所以上个月 我们这个主题是 如何做一名 做一个好的faculty 那个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话题 今天我们极其荣幸的 请到了张晓东教授 张老师目前是 美国欧海俄 那个州立大学 集团机科学与工程系的 系主任 在集团机系统 数据处理等领域 有着卓越的成就 是我们很多华人学者 特别是在美国 包括在中国大陆的 很多学者的偶像 和粮食意语 张老师为 特别是为中国大陆 集团机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我们这个 这个ASIC 就北美集团机 华人学者群的工作 也是大力的支持 目前是我们的 这个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在把这个 发动转给张老师之前 我想跟大家介绍 两个事情 这个关于张老师的 这个事情 一个是这个 就是对 刚才提到 对大陆集团机事业的 发展的这个 贡献 我想我们很多人 可能都听说过 这个龙心计划 英文叫DragonStar 这个今年可能是 应该是龙心计划的 第13个年头 记得我在这个 2012年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这个龙心计划 举行了一次 10周年的大会上 张老师给出了一个数据 在2012年 那个时候 大概有5000多人次 这个学生 和一些年轻的老师 参加过龙心课室 可以想象到今年 大概应该有 超过6000多人次 就我们经常能看到 这个中国 特别是大陆 这些年文章水平的 这个大幅度的提高 和这个龙心计划 有着巨大的关系 这一点 这个 我想就 就是说 就不用 我想有些可能 今天听讲座的 有一些年轻的老师 可能也是受益于 这个龙心计划 第二点就是说 从个人上讲 张老师特别的 平易近人 虽然对我们来说 是属于 中师级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学者 但是呢 非常关心和支持 年轻人的发展 比如就我自己 对个人来说的话 要不是16年前 在计算所 张老师大概是 第一回到我们计算所 去访问 这个有一个 这个午饭当中的 一次对话 估计我是不会到美国来的 肯定现在还是 就是说 就就就就 待在这个 呃 待在国内的发展 所以从这之后的话 有很多 每次遇到有一些 困惑啊 或者有一些 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就随时 给张老师写 写个email 然后他都会 非常热情的 来帮助我们 答疑解惑 那个 还有像 这一回 我们组织 这个 这个活动 也是受到 他的这个 鼓励和启发 所以下面 我们就请 这个张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如何做一名 比较合格的老师 希望对这个 年轻的老师 能够有所帮助 我相信张老师 今天的talk会对 那个我们 ASIC的宗旨 就是提高 华人学者 在计算机领域的 整体影响力 会有着这个 深远的影响 请张老师 好 韦松谢谢你 谢谢你的介绍 呃 我也代表大家 我觉得也要谢谢 你为这个 北美中国教授 这个群所 花费的心血 我知道这是 是一个非常 呃 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 也组织过事情 因为你在组织 这件事情的时候吧 你就要花很多的 呃 每时每刻都在想这件事情 呃 所以 我觉得 呃 从我个人我希望 我相信我代表 这个群给你做出这个感谢大家是同意的 呃 我想跟大家今天也做一点交流 我也我也谢谢这个韦松介绍 呃 邀请我跟大家谈一谈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经验 我会从开始希望我说向青年教授介绍一下如何拿tenure 哎 我觉得中国人在拿tenure上都不会有问题 因为tenure的这个评估基本上还是一个应试的过程 我们有多年的应试教育的训练 如果有了明确的目标去发表x pen paper 再拿外个grants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得心应手的 我觉得我们的困惑和挑战 还真不是在这个目标 这个设立的这个拿tenure这个目标 所以呢 我就 讲了 我就 我就 啊 自己想了一下 要不要讲一下大学教授的这种双重职责 责任 我想先解释一下我讲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听起来特别说教 好像是在给讲党课似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这么多年在美国这个大学里工作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啊 他受到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和制约 一个呢就是来自所谓的行而上的 这就是精神层面的 就行而上包括什么呢 就比如说人生的价值观啊 什么是不以人民意志所转移的规律啊 就找那些规律性的东西 这个问题基本上回答的是什么呢 就是why和what 所以那个行而上的这个英文是什么呢 行而上的英文是metaphysics 这个meta这个词其实我们并不陌生 在我们的领域里头我们做系统 我们知道metadata 这个metadata是不管你这个管理多大的数据 你总有metadata 这个metadata给我们两个含义 给我们两个一个是什么呢 就我们就通过metadata 我们知道这个数据存放的结构的抽象 以什么样的结构来 另外一个呢就是数据本身的抽象 数据的性质啊 数据的type啊 size啊等等等等 所以这meta这个词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做事情的目标 就是也就是what和why 中国哲学上呢 也把这个行而上呢 称为道 这个这个道呢 就是说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大家都知这个 那么 行而上听起来其实很虚 但这方面的深层次的思考 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让我们 让我们自己的内心很强大 因为知道了what和why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长期的目标 而不是每天都忙于说 我今天又meet什么样的deadline 写这篇paper 明天要写这个proposal 然后就是完全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做这些事情之前 为什么要做 就是why和what这个词 那么当然有了行而上 就肯定有行而下 这就是我们日常行为的一些规范 这就是物质层面的问题 那么行而下的 英文有很多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的 还是就是objective 就是目标 那么中国哲学 把这个行而下定义的 就是所谓的气 就是气敏的意思 或工具的意思 行而下就是解决 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就是how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群 其实都生活在 用我们经常听到的话 就是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所以都受过同样的不容质疑的 这种行而上的教育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前不久 我们有一位老共产党员 叫任志祥 开始质疑自己从小坚信的 我们都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的概念 他的言论 立即受到各个 这个党政机关的 这个严厉的警告和批判 而这个行而上的价值 这就告诉你 这个行而上的价值观 是不可怀疑的 我举这个例子 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的 就是在行而上 这个层面的 这个理性思考很少 而在欧美 你跟这个 你跟这个 本地的美国人谈话 你跟印度人谈话 跟欧洲来的人谈话 其实他们有 在这个行而上的 考虑了很多 而且是很自由 而且是很多元的 所以说我们 我觉得我们遇到中间 很多的困惑 就是我们与其他群体当中 一个主要的差别 就是什么呢 我们想这个 How的这个 这个时间特别多 而想这个 Why和What的时间不多 所以我想根据这个呢 我就想 这个 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前面 前面这个讲东西 大家听起来 可能有开始有失望了 我觉得说 我们到时候来听听 怎么写paper 怎么拿这个grant 就是说 很可惜 其实我的paper 经常被reject 我写的proposal 也经常被reject 那么 好 回到我 我说的一个 那么就是说 我们做教授 我觉得我们做教授呢 在这个社会上 有三重的职责 有三重的角色 第一个角色什么呢 就是专业人员 我们是professionals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做学者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做intellectuals 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么其实这三个要求 或者这三个角色 是完全三个不同的境界 然后我来一个一个解释 那么就说 这个我们可以说 我们在这个 当我们退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教授 我就是一个专业人员 我也没有做成学者 也没有关系 那么我更不是知识分子 我们也可以 我们又是专业人员 又是学者 又是知识分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选择的空间 是 那么什么叫专业人员 特别简单 就是说专业人员要是被 所谓certified 然后我们都有PhD 然后我们的PhD in computer science 而且还在一个 这个 一个非常special的一个专业里面 比如说sub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computer system 这个machine learning 等等等等 我们 而且呢我们 这我们到这个 做了faculty的时候 现在你看这个做faculty 各个系里的hire 都是通过 这个各种各样的专业 那么我们hire成为了professor 我们教书 然后我们做research 在我们specialized 这个field 所以我们还是专业人员 然后我们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去培养教育 现有的学生 让他们成为专业人员 用我们的expertise 我们在这里能不能去培养 学者和知识分子 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未来的 以后的发展 那是他们自己以后发展的过程 所达到的目的 可能达到的目的 那么我们作为专业人员的话 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 这个工资 而且还有很稳定的工资 那么说就是 当然我们有了tender之后 我们有一个一份很稳定的工资 我在这里说我们有很好的工资的话 大家可能说 哎呦 你看看人的Google 你看看各个大公司 如果startup 如果被acquire了之后等等 我觉得我不想跟这些非常special的case比较 我只给大家一个数据 就是美国national average salary 就在美国平均一个个人的工资 是四万六千 四万六千多块钱吧 就是说这是2014年的数据 我们还没有得到2015年的数据 所以就说我们作为一个faculty 作为一个starting faculty assistant professor的faculty的工资 是这个工资至少是这工资的一倍 所以说我用这个数字来讲 就是说我们是很好的 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compensation在这个职业里面 所以呢就这么说 那么就说所有的professor都是专业人员 这是无疑的 这是我们 那么我们的起点是专业人员 就像我们的学生初期 说到Google到Facebook去工作一样 我们他们去也做工程师一样 都是都是专业人员 好 那么第二个第二层 我们可以去发展或空间的就是学者 那么学者的话的就 他的要求呢 我认为有下面几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呢 就要学问非常的深厚 这个而且呢 他一定要在我们 他自己的领域里头 有这个学术影响 那么而且呢 当然学术影响怎么来呢 我们要著书立传 这个所谓的sustainable momentum in publication 而不是说拿了10年之后 我们就不写paper了 就是说作为学者来讲 我们不断的要通过自己的研究的结果 来去影响这个学术界影响业界 我简单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说这个sustainable momentum in publication 这个 我观察了一下 今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 是Prinston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叫August Deaton 我到他的网页去访问了一下 我看到他 这么多年来 包括在今年 每年都还不断的去发表文章 那么当然说 就是说 我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终身学者 他已经年过70岁 那么当然还有很高的这个学术的奖励和认可 因为我们不能光说自己 他这种这个 这认可的这个过程 有在这个学术圈子里 还有很好的学术声誉 那么 就说 我们学者的这个status 就是我们成为学者 还主要是靠我们的学术的质量 和学术的影响 而不是靠我们的数量 和我们的seniority 而不是说我们 我们在这个学校里 待着时间长了 我就自然成为一个学者 所以说呢 就是所有的专业人员 不是所有的专业人员 都可以成为学者的 而所有的学者是专业人员的 那么 这个 下一个 这个空间 或者说 也就是说另一个境界吧 就是要做知识分子 这知识分子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这知识分子的特质是什么呢 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要求实 求真 发现真理 这件事情呢 另外呢 就是说 我用一句就是 这个陈寅雀 为这个王国伟 这个他的碑文上写的这个 这大家一定听过的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就是有非常独立的 这种见解 不受 不迫于压力 讲一些政治上 这个正确的话 那么 这个碑文 这个 这个碑应该还在清华的校园里头 好像是在 其实在挺 挺角落的一个地方 知识分子 这个特质还是非常有 这个批判性的思维 那么 还表现在 他的 他的人文光怀 特别是对社会的公正 有社会的责任 和社会的进步 我现在讲的这些事情啊 不一定说 我们要成为公共的知识分子 而是 我想说到是知识分子的一个 一个特质 那么 作为知识分子 其实跟一个人贫富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我给举一些例子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上 这个 这个穷的知识分子 有影响的 但是 比较贫困的知识分子 也不少 我举了几个例子 像这个法国的卢梭 这个德国的卡尔马克思 那么还有一位 我们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 在座的 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 他叫高华 他是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他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 因为他一直不在体制内 但他所研究的 中国 近代的历史 他所写的书 都是用历史事实 尽管在体制内 还不能够去发表 但是 他的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那么高华 由于不在体制内 也不写 也不拿 也不写 proposal 也不拿grant 他的生活 非常贫困的 那么他已经 英年走势 已经离开 有几年了 如果我是南大的 毕业的同学的话 我会非常骄傲 有这么一个 校友 当知识分子 其实也跟 我们的教育背景 也可能没有关系 就是说有很多 知识分子 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 他没有 大学都没有上 更蒙体有PhD了 比如说 我举几个例子 英国的作家 迪根斯 他的小说 不光是写故事 而且很有社会意义的 这个俄罗斯的作家 托尔斯泰 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位 原来是在北大 做教授 叫梁树明 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 但是他们的思想 穿过了时空 走过了 这个梁树明的思想 最年轻的梁树明 也有百年的影响了 那么迪根斯 和托尔斯泰的影响 就更长时间 那么就说 可以说 就说只有一少部分 很小一部分的学者 可以成为知识分子 但是所有的知识分子 都是学者 那么我想 这个想说的这个 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作为 我们做教授的时候 我们的发展的空间 大家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 这是我们个人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而且说到知识分子的定义的时候 我们过去有一个误解 尤其在国内 就好像我们只要大学毕业的话 做一份技术工作 就是知识分子了 其实这是不对的 那只是一个专业人员 因为在中国要想去 这个做知识分子 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有相当的勇气 如果让我来定义中国的知识分子 刚才我提到了 像高华 梁树民啊 这个 那如果再给你们几个名字的话 那差不多就是那几位 最 最后没有改正的右派分子 那么像 我们叫他终身右派分子 像 这个张伯军 罗融基 楚安平 彭文印 陈文炳 还有一位 我特别敬重的 当年人大的一个女生 她叫林希令 我希望我讲的 大家不要感觉这是政治 这不是政治 我讲的都是事实 那么就我们定义了 这个教授的三重身份之后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因为我跟学生在谈话的时候 我学生在 在这个老师说 我到底去做 Academia 做Industry 其实我要在这个高度 跟他们谈话 就是说 你想要做什么 那么所以我们不会去 和这个Google的工程师说 我们来去比 跟这个Starship来去比工资 如果我们只想做一个专业人员的话 也许当教授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那么那我再想 这个 讲一讲我自己个人的认识 就是美国的Academic Environment 是一个我的理解 因为我在美国的Academic 已经执教了more than twenty years 我觉得美国 而且在过去的二十周年里头 我也访问了很多的学校 在欧洲 在亚洲 中国的各个大学 访问了很多大学 这个新加坡的香港的欧洲的很多大学 所以如果我来做比较的话 就是美国的Academic Environment 什么样子 我想有下面几个特质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大学 实际上最多元的 最包容的 那么所以说呢 它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我现在还记得 我有这么一个感慨 当我当时在欧洲一所 我不想提这个大学的名字 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的计算机器 访问之后 我这个感慨 我想可能是一个 跟这个美国的大学 一个鲜明的对照 就是说我觉得 当时我感觉到那边的环境 就实验环境 它的硬件环境 非常非常的世界级的 就是教授和学生 绝对一流的 但是人才非常的单一 非常的一元化 我想大家知道 明白我说的一元化的意思 我觉得就这一缺陷 或者这一不同 就会像欧洲 或者其他国家 他们的学术 就是会 如果他们这个问题 我应该说 不应该说它叫问题 就是说 如果这个区别一直存在的话 我觉得 那么它的竞争力 会保持在美国的竞争力之下的 因为人的多元化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领域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在这个 这计算机的非常前沿的时候 那么 这种前沿给我们 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那么这种前沿 有人说是不是会改变 我觉得在短的时间 不容易改变 因为我们计算机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们在做计算的 我们这个领域里头 是有ecosystem 是有一个生态环境的 就是现有的计算的硬件和软件的生态环境 大部分是美国 这个创造的 那么这个创造了这个ecosystem之后 如果有新的innovation等等等等 再去想改变这个ecosystem是不容易的 除了innovation以外 还要去改变这个ecosystem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努力 需要是 那么还有呢 我们的tenure system 这个tenure system 不是给我们告诉我们说 可以不工作了 可以去轻松了 而是给我们做一个保护 这个保护是让我们成为学者 让我们成为知识分子 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有保证 所以我们就有独立的位置和勇气 来去向权威做挑战 这是tenure system的目的出发点 那当然在美国 其实这个言论自由 这个我们还要去访问 这个我们去access所有的information的这种自由 大家如果要是去 我不想拿欧洲来说吧 就说在亚洲国家 其实这两方面的自由 不光是在中国大陆 包括在香港 包括在新加坡 这个freedom of speech 那比起美国还有很大的距离的还是 所以我自己个人都得出来结论 就是说如果在美国 在美国这种语言本下 如果在美国做一个教授的话 我们很有机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 同时也能够成为有影响 影响力的学者 还有机会成为公正的知识分子 好那我现在想的就是说 回到我想讲的这个主题上面 就是说第一个第一个题目叫教书育人 这个teaching and education 因为我们做这个 我跟这个interview很多的junior faculty这么多年 就是说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要去跟这个美国faculty 青年的faculty 就是你为什么要做faculty 他第一个说 I like to teach 我觉得你跟很多中国的青年faculty说 我想继续写paper 我觉得其实这个教书育人 应该是大学的第一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在这个接受我的第一份这个job的时候 当时我完成我的phd的时候 我找了很多大学里的教授 谈就是问一问他们给我哪些建议 给我哪些指导 以后开始了这个做教授的工作 这些教授不光是我们系的 因为当时由于参加了很多活动 我也认得其他系的一些教授 那么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就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这些教授呢就告诉我说 Teaching will not make you famous 就是意思说你这个靠你这个 你要想有名的话 这教书 只教书不会让你有名的 但是 然后呢他讲了 当时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讲了这些重要性 后来我自己到了 开始自己从事这个 这个行业之后吧 慢慢慢慢体会 所以我想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这个教书的重要性的 我想用这个 美国一个作家 他叫William Ward 这位作家呢 他是他 他写了很多东西吧 不是一故事性的 而是呢 在这个读者文章上写一个很哲学性的工作 他在读者文章上发表了这个名言呢 被大量的引用 其中有这么一段 他就讲这个作为一个teacher 这个 他的作用是什么样子的 他把这个teacher分成三类 几类 四类吧 the mediocre teacher 然后good teacher superior teacher 和great teacher 那么大家看这句话 我想很多同事都都看过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 他总结的非常好 那么如果我要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我大概这么翻 把它翻成中文 就是一个平宫的教师呢 只会照本宣科 一个好的教师呢 会讲解这个授课的内容 那么一个优秀的教师 教师不光讲解 还会这个由前入身的掩饰授课的内容 就是说他会一步步把这个 那么一个伟大的教师 就是作为一个教师最高的境界呢 就是说他启发并鼓舞 这inspire这个词 还是挺高尚的 含义很深的一个词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用一个词 叫enlightning 就是所谓启蒙 我觉得这个inspire 包含启蒙的意思在里面 就是说我们在课堂上讲课 我们带学生 这个言谈举止 是不是会对学生 对他们有很多的改变 好 我呢 我想呢 就这个 我刚说这么空吧 我觉得 什么叫一个 一个great teacher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非常敬重的老师 他叫刘俊朗 在座的 我像很多 这个青年 教授可能也知道 这位教授 所以我称他为计算机学者和教育家 那么 这个刘教授呢 这个从这个上大学开始就没有离开个学校 他在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和伊利诺一直执教 从1962年到1998年 那么我们先看看他所这个毕业的学生有两位 大家可能都非常知道的非常优秀的学生 一位是安住瑶 现在在清华大学 还有一位是 杰森 从 从今生 在这个UCLA 还有很多很多了 我只是找两位非常有代表性的 那么他从1998年开始离开了伊利诺尔到了 台湾的国立清华大学做校长 这个 那么在他的做校长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起 这个全岛非常轰动的这个 这个情杀案 当时有一个女学生 这个学生叫红小慧 把另一位女生给杀害了 那么由于这个案件呢 就是 经过这个法庭的审理呢 他被判处了18年徒刑 而且当时呢 这个在全台湾岛上 一片的声讨声 对这个 对这个女生 我想这也是中国的文化嘛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当这个 这 这个女生 已经压 压入这个监狱服刑的时候 这个刘教授呢 他 非常低调的 非常悄悄的 做了一件事情 他带着自己的助手 这个背着一大包书 到了监狱去看望 这个女生 然后他对这个 这个 这个红小慧说 无论如何 你 都是清华的学生 同时呢 他跟他自己 这个学校的同事讲 他说不管这个 做错了天大的事情 学生不管做 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要持续的关心 和对他们教导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完了之后呢 在台湾 在这一片声讨声宫之后呢 又做这个报道了之后呢 我觉得也是很空洞的 这个 这的确表现了 这个 这个刘教授的这种人文关怀 就是我刚才讲到了知识分子的这种特质 专业上 因为我跟刘教授不在同一个专业 他在这个 得这个奖 他在EDA 得到了这个Cuffman Award 据说这个Cuffman Award是EDA这个领域最高的奖 然后呢 他还进到了这个Internet Hall of Fame 其实 在做Networking的 这个 同事可能 没有觉得 刘教授还在Networking做了 其实就是因为他在1973年写过了一篇paper 在这个Journal of ACM 写这个scheduling的一篇paper 这篇paper是一个theoretical的paper 但是这篇paper laid一个foundation 给所有做scheduling 包括Internet 都打下了一个基础 这篇文章现在 目前 大概他的citation超过了一万 所以说 这个Internet 这个互联网在选自己的名人的时候 找最这个fundamental contribution 刘教授也在这个他们的名单里面 那么我还想提一下呢 就是说 这个 刘教授还得到了这个ACM和HB所颁发的最高的教育奖 两个地方的最高的教育奖都拿到了 那么他写过几本书 最早还有一本书我没有列在前面 有一篇有一个最早的一个logic design 就是做这个电路分析的 那么他有一本书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用过就是这个雷三数学这本书 那么最近他写的书就非常广啊 你看像这个一次看懂社会科学 一次看懂自然科学 那么他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从已经有十年了 他在这个台湾 开办了一个广播电台 他自己做主持人 而且呢 他还对多次对中国的教育做过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演讲和访谈 这个这张照片呢是那个非常有幸 今天这个中国计算机协会就在两个月前 在十月份的时候刘教授这个获得这个计算机 中国计算机协会的海外贡献奖 我想说几句我刘教授对我个人的影响 那么我开始刘教授开始对我影响的时候是我没有见过刘教授 那是从他的书开始读起 这本书呢是我大学的教材 叫雷三数学是翻译的 这个这个 那么从这本书里呢 这本书我一直还留着 就是说不是具体的技术内容 我觉得他的贯穿了很多这个刘教授的这个教育思想 如果你们能看得清楚的话 你看这个内容摘要啊 他就特别强调说是 因为他需要的基础知识 不过不超过高中数学的内容 所以可供具有高中数学知识 希望学习一三数学的读者阅读 就是刘教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一定要想到说 我看有多少人能够读懂我这本书 那么后面大家还可以看到 再给年轻的这个教授 给你们见点试面 就是你看看下面的定价是多少钱 一块三毛钱 这是1982年的这个教材 一块三毛钱 当时买一本厚厚的书 我不知道今天一块三 你能够干什么 那么我在想 就是说这本书里 其实凝聚了很多刘教授的教育思想 它一直在影响着我 那么我用这个 就是我当这个已经看不清楚了 我想给大家念一段 就是说是 这是他写着这本书的序 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啊 不仅是我在课程中讲了些什么的记录 而且也是我在课堂上怎么样讲这些材料的反应 那么就是说 其实具体的技术内容本身 随着时间我们过去 我们可能就忘掉了 但是这种精神和这种学习的方法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接着念啊 就是说我力求严格准确的描述数学概念 同时避免用复杂的形式体系和记号 一般说来 如果我不能在后面用有效的方式说明定义和事实的应用 那么我就不提他们 现在还有一点啊 他说我试图用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 给学生讲些有用的数学 我希望教会他们 怎样用数学解决实际生活中某些重要问题 所以说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一直在影响着我 从我开始读80年代读这本书做教材的时候 所以说如果今天如果我不能够用浅显的语言或例子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算法或概念的话 比如说学生他没听懂的话 我觉得我一定要认为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明白所讲内容的本质 我自己和刘教授这个第一次见面是在90年代 那个时候是我这个教授的第一个大学还没有博士学位 所以我们当时呢就要去做一个这个博士点 那么所以我们请他来给我们筹备我们的博士点 在那个那一次刘教授来访问的时候 我有几次单独的跟他谈话 而且我今天都这个非常的这个记忆游戏 可以说他对我的那些教诲和如何去做教授的那些 那些非常重点的 我最后呢想给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这样在我们领域里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 就他我们他利用他这个ICG的广播电台 他还给这个社会给这个去讲些什么 那么这是IC广播电台的部分节目单 他这个设计的面非常广 我们看啊就教育上面 他的这些都是题目大学的教育使命 他讲解了这个Steve Jobs在Stanford的这个毕业典里的演讲 从在经济学上 他这个讲过日常生活中间的经济学和心理学 他也讲过这个在eBay当中的供求关系 这种独特的交易现象 那么现代科技当然就有很多的 就包括讲这个basics of the internet 这个technical foundation和business model of Google 还有呢 他也讲解了这个有一本书叫The World is Flat 是Thomas Freeman写的 我特别感受深的是刘教授在他的这个广媒电台里有很多哲学的题目 这个哲学的题目包括这个柏拉图的理想国 心灵的夏雅塔 他讲这个城市的价值 那么他还利用这个电台呢 讲了很多世界的名著 包括莫伯桑的这个短篇小说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还有中国语言的魅力和名通性 其实他在讲解这些小说的时候 本身他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这个概括了这个小说的内容 不是说去讲这个故事 而是说这个故事在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他讲这个莫伯桑的小说项链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他并没有去 我们一说起项链的话 我们就会想 项链这个故事 讲了一个非常虚荣的一个女人 他这个其实借到了一个假项链 然后他自己 含辛茹苦的又把这个真项链 给证了回来 又还给了 其实他后面给了很多的题目 他不这么想 他说我们都很 这个 去想 其实他提出了很多问题 其实在问 比如说这个 他含辛茹苦的来去把这个项链 又给证回来 这是不是一种诚实的价值 那么他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在这后面 问这个读者 问这个听众 然后听众来跟他的互动 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社会的这种教育和社会的这种影响 这个我举这个例子 我想的就是 我想给大家呢 就是说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有三个境界作为大学教授 所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我心目当中 就是说 一个人可以成为专业人员 学者和知识分子一体的 这样的一个 我自己认为的一个 非常值得 孙敬的一个 楷模吧 这个 刘教授也年过八十 我每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跟他谈话的时候 总有一种 非常 就是得到 今天的话就很 这个正能量的这种感觉 我每次见到他 我都想到这个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这个宝刀不老 其实这句话是从三国里来的 是当年的这个 三国里故事 这个黄忠 他这个 对这个曹操部下的一位青年 这个将军 对他瞧不起 这个他自己 其实我觉得 这个刘教授的这个 这个宝刀是对我个人来讲 是 每一次见面都有新的新的收获和影响 好 这就是这个刘教授在自己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自己的这个工作间来去做这个广播电视的这些节目 其实做这些节目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的事 好 我自己简单说一说 我自己这个在教育方面 因为作为大学教授 我自己注重哪些事情 首先一点在这个课堂要教好书 然后呢 我还这个尽量的去 support一些很多的这个technical clubs 因为在engineering school的话 有很多的学生 他的业余活动 那么其中有一个活动 我以后简单介绍叫hackathon 这个 然后呢 我这个还因为ohio state是一个很大的学校 什么样的专业都有 ohio state是学校美国最大的学校 就是最大学校定义是 这个学生人数在一个校园里最大的 那么其实所以呢 就是说 我有可以得到很多这个seminar的这个list 那么只要我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有兴趣的seminar 我说的不是我们系的 我都去参与 尤其是social science 包括这个经济的 法律的等等 这些 而且呢 就有些 有些这个seminar的人 发现我的参与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提的问题的方式 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跟学这个社会科学 另外呢 在ohio state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有没有这样 就任何一个phd的committee 必须在他答辩的时候 必须有一个外系的人参加 这个所以我力争去看到这个 别的学科的这个phd serve这些committee 同时也像这些在这些committee看的这些phd学生的这个 也通过这些这个机会来做一些学习 比如说我就在两个星期前参加的是音乐系的一个博士的一个 一个答辩 他是研究这个德博夏克的这个音乐的这个passion 我觉得我还学到很多 而且这个议员会之后还有演奏 不是议员会 答辩之后还有演奏 这个我刚才伟松也说了 就是我们这个DragonStar的这个lecture在中国 从2002年开始 那不知道今年应该是第16个年 第2002年第14个年头了 当一件事情如果做了时间长的话 它一定是会有影响的 如果它是没有影响的话 它自己就慢慢也就做办不下去了 就是所以我想这两个我想在这个这两件事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hackathon什么呢 hackathon是这个用两个词 一个叫hack一个叫marathon 就是马拉松是其实是一个从体育上来词 hack是我们自己这个词 那么他是呢做那个software development 这个在连续的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 做这个group成这个青年group在一起 做一些self-defined一些project 或者industry的这个project 那么1999年第一个hackathon呢是在 有两个hackathon在1999年 第一次这个一个是在是openbsd 操作系统的一个活动 当时有10个人参加了在calgary 第二个呢是java的programming 是summicrosystem sponsor的 从此之后呢这个活动就是说现在呢 每一年都有几百个这个hackathon的活动 在全世界那么他这个hackathon的活动有industry sponsor的 包括像facebook啊 cloudera啊 linkedin啊 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包括open source啊 包括linux啊 bsd hive等等 当然现在大学会就出现了很多就general purpose software applications 有city-based就是一个城市为也有是这个university-based 那么我特别喜欢这个hackathon的这个活动的 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是就是solveproblemsrelevant to the real world 他并不是在课堂上 而是有现有的问题 你在短时间之内怎么样能够去解决 而且他是对人的一种endurance的一种一种考验 因为他是24到72个小时 我们只提供food 学生累了就躺在这个桌子下面休息一会儿 所以说呢 在从1999年到现在有很多successful的这个hackathon results 比如说我想大家可能用过这个groupme 这是2010年的这个一个app 是在纽约的一个hackathon 当时这个hack完了之后 这个hackathon的这个project完了之后 很快就11 million1100万的startup 有没有这个成绩 有没有credits 比如说这下面这张照片是什么的 是今年我们在10月份在Ohio State做的hackathon有500人参加 这是当时的场面 就是在24个小时 48个小时之内就在这间屋子里头 我们另一间屋子放的这个也是48小时连续的这个food coffee啊什么都搁在那地方 然后学生在这边做program 那么第二个的就是龙兴讲 我简单回忆一下这个时间很长 龙兴最开始的组织的呢是这个赵伟教授 赵伟当时是在A&M大学 现在赵伟是这个澳门大学的校长 是在ICDCS01年的时候呢 我们在当那时候是在Phoenix组成了组织了第一个筹备会 基本的想法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组织一批在北美这个计算机里与学友所成的华人教授定期回国 然后去系统的去讲授 因为我们回去经常去给讲座 但能不能系统的通过在一个礼拜的时候 跟学生有非常近距离的长时间的接触 讲授几门研究生的课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跟国内的学者和研究生共同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是免费向全国开放的 然后呢这个学校组织这个课的学校不是为他自己学校组织 而是为全国组织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给这个学校呢给这个同学们一个机会呢 就是说去精心的为全国各地的同学做服务 我也觉得现在这个同学年轻的中国同学现在这方面 由于读生子啊由于应试教育等等这方面的意识非常的欠缺 就是为别人服务的这种意识欠缺了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 在也给这个大学这个承办单位的学生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 提供一个各地同学共同学习交流的一个平台 因为我到各个学校在这这么多年我只有一年没有去每年都去 所以我对于各个学校我还特别关注这些学这些学校的学生的这个组织的状况 有的学校做得非常好 那么已经有14年了我们在这个20多个省市50多所大学开开开了这100多门课 有80多位北美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地区的华人教授参加 谢谢大家我想参加过这个课给给讲过课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那刚才伟松说的是5000人是在2012年的时候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超过1万多超过1万名的学员参加过这个课程 那么是他事实上呢其实成了一个中国计算机研究生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每到这个年初的时候都有学生各个学校系来去问到这个课 什么时候开有什么样的课向我们在提议 那么我们还得到了国家基金会教育部和中国工学院的这个科学院的资助 目前是中国科学院的这个资助 这个为了得到这些资助的时候 其实在中国这个体制里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开始由基金会来国家基金会来资助 后来这个基金会由于种种原因吧 就是也不能够做资助 还有一段时间要断掉 然后就非常零散的找到了这个教育部啊 这个中国工程院啊等 这都不是一个长期的资助的 这样是就不可持续这样的 所以呢 后来我当时我在09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见到了这个李源潮 当时还没想这件事情 然后回来了之后呢 我就跟这个计算所商量的时候 我说我给李源潮写封信 我说我们这个需要得到国家的资助 然后当时呢我写了封信 就从Columbus找了一个一家邮局 给寄到这个通过这个括号信寄到了这个 当时他在中组部 我记得当时大概一个礼拜之后这信就给退回来了 说这个找不到这个人 后来我就跟计算所商量 计算所说说说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用通过邮寄的信方式 说我们把这信给你带回去吧 所以我当时那么我也学了一些现有的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 我在信中还还附了一张我跟李源潮的照片 意思说我们是见过面的 然后这封信带进去了之后呢 很快李源潮就做了批示 然后责承中国科学院长期给这个计划做资助 那么我在大学这么多年呢 我对这个整个大学的教育呢 有我一些自己的观察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大学的 不管你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啊 无外乎就有这三个不同的cluster吧 第一个cluster就是Science Engineer 第二个cluster就是Business Economy Economics和这个Law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Liberal Arts Humanity 这个每个cluster自己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Science Engineer 他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是在物理的世界当中的可行性 那么我们说Business 这个经济学这个商业和这个法律呢 他所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在市场上它的可行性 同时他也关注在社会当中的 制约性 那么Liberal Arts和这个Humanity 所以我们这个文科包括学哲学 学各种各样的这个 他是研究人的这个Desirability 说起来并不能够落实到物理世界的 但是也非常重要的 研究人的情感 研究人的这个 刚才我们谈到了那形而上的东西 好 其实我们看看这三件事情啊 在大学里的其实非常非常给分割了给 但是这三个事情的interaction 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去看看最innovative的世界上 发生最innovative的事情一定是这三 这个三个class的一个交集 而不是把它们分割开的 好 那么我想 那么讲那个第二个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是说什么叫这个学术影响力 那么 同样我想回到我当时毕业了之后 这个找各个教授来谈话 说这个到大学做教授之后 在研究上应该怎么做 当时呢 谈了很多 我总结一个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一位教授告诉我 他说 the amount of a grant is a research input number of papers may mean productivity but there are not the reasons to do research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 他说你这拿多少钱吧 这个research 他只是research的一个输入 发表更多的paper呢 告诉你你的productivity很高 但是做研究都不是为了拿grads 为了发表paper 那么到底做研究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这个当时 当然这些教授呢都跟我谈了 这个做研究这些 我当时我只记得了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告诉你 你拿grads和写paper非常非常重要 这不是你做研究的这个原因 到底什么样原因呢 这么多年我自己好像开始想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用这个Van Carmen的他对金辟的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他说什么呢 他说是这个他原话叫Scientists discover the world that exists Engineers create the world that never was 如果我翻证中文的话就什么呢 就科学家探索未知的规律 那么工程师呢 我给他翻证说将世界变得更好 不应该说create这个世界是从来没有过的世界 一定是更好的世界啊 就是不能说我们随便create这么一个世界 所以说我们在我就想这么多年来我想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每publish一篇paper 我们像在我们的领域展示一个我们的一个研究结果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问问自己 我们找到没找到未知的规律 我们我们能不能创造更新的技术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这这说起来好像特别的好像特虚 其实其实我觉得不虚我给大家举些例子啊 就是说其实我们看过我们这个领域啊 我们这个领域的这个这个computing technology的advancement 其实非常跟这个basic research相关的是 那么我举这个例子是1995年 有一位我们我们领域的这个学者 他叫Brooks Southernland 他他人现在在Portland State 退休之后在那做教授 他也是图名奖获得者 他的领域是做graphics 那么当时呢他准备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是这个 为这个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做了一个报告什么呢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计算机的核心技术的硬件和软件 影响我们生活的都可以 你要去知道他的源头的话都是basic research 他写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向美国国会提出来说应该大有大量的投资 这个投资呢叫做ITR 就是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要去说服美国国会 投一匹那个巨额来去推动这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研究 如果在二十年代 不是二十年代 就是两千年左右就参加 就join这个faculty的同事们 我觉得还记住这个ITR的这个grants 那么我们看啊 这basic research是这个starting point 他在这个报告里举了一些例子 这例子太长了我就举一些 我就找一些比较短的这个 那比如说说这个先农 这个我们今天用的bullying logic Information theory 是先农 其实先农的这个master论文的MIP 那么这个packet communication 是CleanRock UCLA Alan Kay是他developed这个small talk 他是由他的PHE论文 这是最original concept 在做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Ethernet是来源于Harvard 这个Bill Joy是Berkeley的一个学生 他写了这个BSD的unix system Risk 当然这个Risk有一定的争议 Risk IBM也在做了 那Academic Patterson 这个Bernard Lee www Internet 他当时在Cern 也应该是在Academia Linux Torwats 他当时在赫尔辛吉大学 是一个master学生 Mark Andreson 他是Ellinois大学的一个本科生 他做了这个Mosaic Browser 是第一个browser 这个因为这些都没有 就是这些basic研究都没有专利的保护 所以很快的就成为production 这个我带给大家另一个list 就是这个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这个New York Times这个登了一个list 这个list是什么呢 就是说让这个Warton Business School 就U-Pen的这个Warton Business School的这些教授 从Business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找出最有商业价值的20个 这个Innovation Best Innovation 在过去的30年里面 那么登出来之后 我用红这个就是红色Fund 来表示的就是说是跟我们领有关的 第一个就是Internet PC Mobile Fund E-mail DNA Sequencing MIR Micro Processor Fiber Optics Office Software 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这个Solar Energy 小额贷款 Large Wind Turbine 不是在我们的领域 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在我们 出于我们的领域 那么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领域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社会对我们的领域的歧视 或者说我们领域自己就有一个很高的expectation 就是我们做的研究一定是跟这个技术的更新 革新 就技术的发展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这个这个技术的往前的发展 一定是 使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 这就是刚才那个文康文所讲到的 这个工程的那一部分 所以就说我们这个领域里在做研究的时候 它的学术影响其实是有evidence的 那么 这个因为我大部分时间 其实是在小的大学里头 我第一个 我 在一个没有phd program的学校里 就系里头待过八年 然后呢我上一个学校就在 是college wally mary 是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大学 这个我们的系也很小 这个学校 大部分 program是没有phd的 我们计算机器还有phd program 所以呢就是说我 有很多在小地方或者小的这个department工作的经验 所以很多呢跟这个同事讨论的时候 很多同事都说我们在小的地方小的institution 我们做研究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所以呢我想在这里也代表这个小的institution说几句 我自己个人 因为我在大的institution待过小的institution也在过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观察 就是说我想举几个例子 这big impacts made from small institution 那么 几个例子啊 这比较技术性 一个就是因为最近我呢 我举的这个例子啊可能有一定bias 因为我举的例子都是因为我最近几年一直在这个data management的这个领域里工作 所以例子呢偏重于这个领域 我相信在别的领域同样会有我举出这样的例子 有一个新的hashing的算法叫kaku hashing 这是2001年发表的 那么它基本的idea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们中文有一个有一个成语叫做角兔三窟 它是用multiple hashing function 我们都知道hashing这个我们是在data structure这课教的 二年级大约二年级data structure就教这个 就是说通过一个hashing function 你一步到位你找到一个location 然后呢你再找的时候你用了一个key就可以把这个你所要的数据再取回来 那么如果当你这个hashing function出现了collision的时候 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那你就在你的itom中间拉长一个link list 这个继续在下面 那么它的基本的idea 这个kaku hashing的基本idea就是说 所有的hashing collection 都在一个hashing function一个table中间解决 我不要link list 那么没有link list 那么你可以extend叫做叫做这个角兔N库 你可以做N个可以extend to 那么其实这个concept吧 非常similar to我们在architecture中间所谓的direct map set associative map和fully associative map 就是说你给你 咱们就说你这个有32个location 比如说你要按照direct map和set associative 和fully associative的话 你可以用不同的排列的方法 将这32个location 不同的这个 那么他所说的时候 我觉得这篇paper第一次extend了 就是说将hashing function也用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其实这个hashing function由于这样去做的话 解决了很多很多实际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kaku hashing呢 是deploy的这个很多的production system 比如尤其是link list 这个link list不用了link list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而且呢这是一方面的production system 人家用 而且他提出了这个算法之后呢 又引起了很多的这个academic研究的问题 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这个selection 怎么样selection hashing function 还有这个mathematical properties 你这样的方式来去design 这个hashing structure的时候 那么这篇文章在2010年并没有publish 在一个所谓的top venue上面 有这么一个conference 它叫European Symposium algorithm ESA 我觉得做做算法做理论的人 这个这个会是不在他这个最top scope里 应该在这个Fox Stock和Soda 应该在这个Fox Stock和Soda 嗯 而且呢这个这个这个来这个作者是在是从这个丹麦的Yahoo 阿虎斯 当然大家可以说阿虎斯是一个很 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这个系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跟特别大的institution比 它的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这是它是基本的一个structure 好那我们再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我们再看1994年的时候 如果1994年可能对很多青年教授我们还是太遥远了 就是但是1994年在compete architecture出现了 还是出了一件大事 就是intel呢 他出现他出了自己的pintium chip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 他当时这个division error 有一个division做这个除法的时候 在芯片当中这个出现了问题 怎么怎么发现这个问题呢 是有一位教授他通过了好几个月的工作呢 他把所有的possibility 他发现了这个error之后 他就开始question 就是这个error 不一定是芯片出现的问题吧 比如说这个pci的buzz 比如是compiler等等等等 他把经过了几个月非常深入的这个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最后他断定这是这个芯片出了问题 他confirm了这个486 这个division 是processive design出问题了 这个谁在做的事呢 这是这个professor Tom Neisley 他是他来自一个这个 我今天一个很小的college 这college没有gradual program 就是Lynchberg 他教这个系的数学和computer science 他教这个nemarkal analysis 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因为做nemarkal computation 然后呢他就告这个 这个这个他开始呢给那个intel发了一个email intel呢就也不理他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觉得说 这事如果从一个小的faculty小的college来 没有就没有得到这个应有的尊重的是 然后呢这个他呢就把这个当时的email呢 没有像现在有这么这么多的这个social network 然后他就发了email给很多人 当时呢这个confirm了 很多人就用他的这个benchmark去run 发现这个问题是在哪儿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intel还不理 intel呢最后呢不得已 最后这个new york times的记者找到了 发表了一篇文章 而且是headland news intel这时候不得不出来 其实intel知道这件事 不得不出来承认并且这个apologize 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这个professor Neisley做这个工作 有非常大的impact 这个首先呢他stop了 很多很多的问题 even disasters 我们想一个process是处法既有的问题 这会出现多少多少的问题 今天这个就是在一个information的时代里头 我们缺我们什么事情都要通过计算机 然后呢这也是一个computing ethical lessons 我们要讲这个这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 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个这个工作出来之后呢 当在那个94年之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academic 关于architecture research的问题 关于就由于这个所引发的这个问题 伊斯卡包括都出都有这样的paper 就说是 其实我特别还想再给大家再去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Ellen Edelman 他是MIT的一个数学教授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Math of a Painting Bug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就是Nicely做了这样一个小college的一个教授 做了这样子 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就是从学术上和工业界从社会上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但他就是一个小的这个college 他不必要去没有必要就是他也没有publish paper的伊斯卡 如果是architecture的话 他也没有去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得什么什么很高的很高的recognition 得什么样的讲 但是他实际上他做了这件事情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那么我再举一例子呢就是这个network 在这个做database呢 我一直关注的有几个 有一个算法叫LRUK 这个LRUK呢如果你把K变成2呢 就是LRU2他在那个postgres 这个open source database用了很多年 那么这篇paper LRUK这篇paper呢是一个 如果要是做memory storage management的话 是必读的一篇paper 这是一个工作 另外呢 the bitmap这个index 这也是database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非常specialized 可以做这个fast query 在这个data warehouse 这也是widely used in production system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篇paper叫lsmtree 这个工作呢是在1996年发表的 那么发表的一个地方 一个journal也不是很 我都忘了这个journal名字 就是肯定是我没有听说过的一个journal 他这个 就是在这个journal沉睡了很多年 直到呢 Google 把它用在他自己的big table上面 后来呢 后来呢这个 iOSMtree变成了一个standard 就变成了一个standard 所以就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做这样工作的人 就是这些influential paper都从什么地方来呢 其实他是从Professor Patrick O'Neill Patrick O'Neill 是Universal Massachusetts at Boston 我们知道这个configure算计器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器 它并不是一个那种 我觉得pah 我所知phd program也时间并不长 也是从一个非常小的institution 但是他所做的工作的这个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这是iOSMtree的这个基本structure 那么我最后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到Java 那么Java呢 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一个language 那么Java的concurrency control的model呢 它是有一个concurrency package 还有一个committee 来去oversee它的 那么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今天要想学Java concurrency programming的话 这个 这两本书 一个是concurrent programming in Java 还有一个Java concurrency in practice 那么如果 谁要想听最好的Java的课的话 就是这个作者 那作者是谁呢 他是这个Professor Douglas Lee 他在这个学校呢 叫SUNY O'School 这个大学也是没有这个系 计算机系也没有PhD program 但是他的影响力非常 他做的一些事情影响力非常大 好 那么 于是我们再比较一下啊 就说是我们看看大学校 所做的影响的工作 这是我用了这个UC Berkeley 1957年到1927年 他们在2007年 他们在庆祝自己的50周年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list 认为值得骄傲 引以骄傲的这个 他们做的这个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他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theoretical 和算法方面的 Phase logic 这个NP complete 这个卡马卡算法 这个cryptography 然后另一部分呢 就是说有哪些工作 直接影响了这个生产 影响了这个系统 这个design automation 包括今天的公司 像cadence snapsis等等 都是最早的 你可以trace to the root 找到的根源是从他们最 basic research ingress 就是这个postgres 今天图顶奖也是给了这方面的工作 Berkeley的unix 这个itube754standard floating point risk 还有read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前面所提到的四位学者 从小的institution的学术影响 其实在本质上和Berkeley这个目睹 我觉得没有区别 本质上没有区别 但是做工作的时候 对资源的要求是非常不同的 那么就是说我个人的体会 我们在做basic research的时候 其实这个我们所追求的是peer的recognition和respect 我想把这种recognition和respect 分成三个这个三个level吧 就是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publish paper 我们一定希望这个paper有人去读 那么就是说the size of readership 得有人去读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basic impact 就是说 就是how many paper how many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papers 所以number of citations应该还有一定的道理吧 比如说像h index 就是说有多少paper被cite了 就是说但是这点我们要非常注意 就是说一篇highly cited paper 不一定是有影响的paper 也许它产生了一个bubble 但是至少人读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paper被人cite了 我觉得说我们的impact是什么人还pay attention 在这个也就是到此为止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说真正的影响的还是 是我们这paper中有没有seminal的contribution和foundational的work paper是不是有laid to foundations 就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刘教授的1973年关于这个scheduling的这个paper 有没有发现了新的规律discovery new rules 有没有新的theory 其实还有一个这个evidence 就是说如果当一个工作能够把它放到了这个主流的这个textbook当中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evidence 那么当然还有工作是不是adopted in the production system 是不是能够play the criticalsustained the role for general purpose 很重要啊 general purpose 而不是说在某一个这个specialized这个系统 这个包括这个framework啊等等 好 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在结束这个我们在做研究和刚才说教育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也快结束了 就是说我想呢还想谈谈我个人的这种观察和这个体会 就是说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 而且是深深的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文化呢就是说 有哪些东西阻碍了我们做更大的科学的发现做更大的这个创新 那么我想引用这个梁树民他的话我还是很同意的 梁树民呢他觉得他比较中西方文化中间关于这个科学精神方面 他就他说呢他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征服自然之异才 这个第二个呢是科学方法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民主的异才 他讲到了这个这三方面的这个 那么这个 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勇气和我们的科学方法都不够 另外呢我们的民主精神呢就是说民主精神就是说能不能对权威有质疑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也是没有的也或者是非常弱的就说是 这个呢当时这是梁树民在这个1921年快100年了 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他这本书叫这个东西文化积极哲学 呃我我我这里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梁树民的讲话 我想也说两句关于梁树民这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知识分子 就是这个7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梁树民的这本书和他的其他的著作 呃就引起了一个哈温当时的一个博士生他叫盖阿利托的的关注相当 人因为他在写论文这个人这个阿利托有一个中文名字他叫艾凯 他这个艾凯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 1975年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博士论文就跟梁树民有关系就是 他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叫做 最后的儒家last confusion 呃所以他这个这个这本书是1979年他把用根据他的博士论文1979年出了这本书 呃所以他一直在1973年的时候呢他为了完成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呢他就去 呃到北到中国访问他要求呢去见他这个仰慕已久的梁树民 呃那个时候你要去访问什么人尤其是像梁树民当时被管制的人政府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这时候梁树民在哪呢他那时候在这个古楼住的一个大杂院里头 大家如果熟悉北京的话古楼内有一片平房他住在那他一天干两件事 每天早上呢特别认真的把这个胡同的这个街道打扫的干干净净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头开始读书和思考 这有的时候街道呢也来通知他一下说你说你有这个批邻批孔 在座年轻同事可能不懂什么叫批邻批孔 这个他跟人家说他说我可以批邻但是我不能批孔 据这个阿里头就是艾凯的考证不管这个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变迁 这个梁树民是在中国少有的严心一致的中国学者 因为中国学者有很很有不少非常有学问的学者迫于政治压力都不得不说点什么话 但是梁树民是少有的人他从来没有说过违心的话 好这个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我想还举一个在这个2000多年前中国文化中间 对于我们的教育和西方文化中间所研究的完全不同的问题是什么 而孔子就讲这个乌于素不见小利欲素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他基本告诉我们一定要不要浮躁都是一种研究的做研究的态度在道德方面 但是我们看基本同时期的人像这个亚里士多德他这个时候他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他研究这个科学研究中这个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他认为第一个是感觉和观察 第二呢是积累和经验 第三呢是技术发明 就是以观察和经验为基础的 第四呢是应用科学有条件的找出问题的本质和发现规律 那么最高的境界是基础研究的理论 以理论的形式来表达问题的本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 这是阿里士多德德基本是在孔子同一个年代中间 他的形而上学的这本著作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天所受到的文化的影响 跟西方社会受到的影响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根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我想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还说点说几句比较哲学的话 就我认为教书与人和追求这个学术这个影响力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呢我想这个引着这个这个舒本华的一段话 舒本华他说什么呢舒本华是德国哲学家 他说这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 在追求理想和欲望的阶段我们感到痛苦 但保持不疲倦的冲动达到目的后我们又感到空虚和厌倦 我们的生活确实就是在这两者中或强或弱的摇摆 这是舒本华在他的人生的智慧The Wisdom of Life on Human Nature 这本书里他的一个非常精辟的对人生的这种刻画 我觉得呢就说当这个理想能够一小步一小步的实现 而又没有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总能从痛苦中不断的解脱 但又可以远离无聊教书与人和追求学术影响力的生活方式 大概可以有效的对付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 谁说的这句话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读完这个 舒本华的我自己的读书笔记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开始讨论 OK 好 谢谢张老师 大家上 现在 他们有人问问题 说问题丢了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 好 我先这个 我看啊 我点一下这个 你能看见吗 这实际上是我的学生问的问题 你念吧 我看不见的这个地方 你看不见是吧 就是说怎么样选 就是这个快毕业的学生 就是说在这个Academia和工业界之间 就是说应该如何做出一个选择 我好像在第一个问题上 就是说工业界的选择很简单 就是你想做一个专业人员就去工业界 如果觉得自己还想尝试一下 不好意思啊 就是自己还想尝试一下说除了做专业人员 还做一个学者 甚至还做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 我觉得 在到大学到Academia 是这样一个选择 我觉得我这问题似乎回答的很哲学 但是我觉得 这是问题的本质 我觉得我们选择做教授的目的 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种生活方式 其实是 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空间和我们的空间的不同 就是说是 我不知道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 这个因为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的话很难 我前一段我不知道这位同学听没听到 就是你前面关于那个专业人士的那个对吧 就是你就说我觉得专业学者和知识分子 这是我们作为Academic的话 我们的活动空间这是 如果去了公司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专业人员 对对对 挺好 那个我看现在还有没有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就到这 我看下一个 这个问的问题 很多年前就回答过的一个 我听过回答的一个问题 问当你选学生的时候 招学生的时候 你最关注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这估计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问的 你招学生看中他什么 我招学生看中什么 我觉得我第一个看中的是学生想要做什么 我不是说是技术的技术问题 他对这一份研究 就是如果去做PhD的时候 他有没有这个决心做一件事情 这么说吧 就是说我更具体的讲 这是比较闲而下的东西 就是说我对PhD学生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当你完成PhD的时候 你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我指的是技术科技 如果你要是说我是做 咱们就说吧 我做storage的 那你一定是一个做storage的专家 像EMC 像各个大的公司都会去hire你 你说因为你是一个storage专家 我们来hire你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你在这个你所选择的领域里 找到一个题目 你能去advance knowledge在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就是这就这两个要求 那么学生如果说他觉得说 我希望我能够这是我的目标 我要我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我要会我要尽我最大努力达到这个目标 这两个目标的话 我觉得我会收的 嗯 要回答这个问题了吗 啊这个挺好的 我估计我估计他这个可以了 这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说是我把它读一遍啊 张老师的演讲深入浅出引经据点 信守恋来非常精彩 他的问题是作为计算机领域的研究者 我们该如何加强人文修养 我们该如何教育我们的学生 人文修养的重要性 这本题太整细化了 我觉得太太那个 首先先谢谢他的comments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 我们应该花时间读书 我觉得现在我们被这个internet 被这个微信等等等等 就是 就是太connected 其实如果每天花20分钟安安静静的读书的话 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读很多书可以 其实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lifestyle 我就说如果你要 就人花时间读书的时候 不是花大块的时间 而是说 能够花 每天 我们说的每天啊 其实这一每天就很可怕 就是一年365天 你想十年二十年下来 你就会读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说 把读书作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如果我要回答的话 而其实我这人特别不认同说 通过教育别人就接受了 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 一个人他做这件事一定是他自己想通了 而不是别人告诉他这样去做 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就是 所以我就发现学生 特别优秀的学生 都不是因为我告诉他做什么事情 而是也许有些启发 都是他自己非常有passion的 非常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关于读书的时候 我觉得说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告诉学生 应该做应该什么什么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愿望 他想通了没想通这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 张老师包括那个 那个就是 因为你毕业的很多学生 几乎都去了这个 去了academia 我想作为老师可能很多情况下 我们也挺希望这个学生将来 继续当老师这样 像有一些学者一样 接了个academic tree 对吧 有的那种像nexman不一样 像他们这种 一层一层下来以后 都已经有四五十个这种 当你知道一个学生 比如说我的兴趣就是去工业界了 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培养他们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选择 去工业界是大部分学生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你看看这个市场的这个demand也是 在别的系里头你要去看别的系 比如数学系 包括一些文科的系去academic 跟我们正相反 他们去来学数学或者学哲学 他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做academic 没有人去因为我要去 我学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去工业界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我个人尊重他们这种选择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要求是不变的 就是说第一个要求你要成为你所选择的这个领域的专家 技术上的专家 第二个你要在这个领域里找到一个或者两个问题 真正的问题 然后由你自己的original的非常原始的创新 我觉得这个不变的 这个对以后去工业界的training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就说我就想去工业界 那你就跟他说你不想做联系 那你就master就可以了 哇 大家有的他 行 这个这个现在在这个上面的问题没有了 张老师最后在结束前我想问一个 我自己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你来美国这个时间也很长了 就是就是说你 叫做开会议 我们都在 mots book 你必不要念 我们都在N GF Next world 就是我们华人学者 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来的最早的 可能也就是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才来 但你经常能看见这个 Chill out的 need from time tock 包括印度啊印度人啊或者其他种领域的 经常就是说 他的学生的学生 学生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举了一个 这个Nexmar不一样 我们学校1984年毕业的 但是现在他已经到了 第五代第六代 有一天我在NSI的时候 他们弄完了一个panel 结果一下来了五个人 结果会发现五个人 全是他的弟子 就是你发现 这个跟我们华人 有没有关系在里面 好像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就是可能也能 找到一两个 就是说老师他 他这个下面稍微会 数会比较长 但是我的感觉 好像华人学者 在美国的这个tree 都还至少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都还不是 这个这个 这个跟我们文化 有没有关系 我就想问问这个 我其实当然 如果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 我们出来毕竟是晚 你要去bill的这个tree 需要时间的 那么其实做academia 去到大学去做教授 其实是一件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的确是一个 lifestyle的一个选择 它并不是一个说 我们说从工资上 它是一个lifestyle的选择 因为真是需要人们 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去培养一个学生 能够去成为academia的话 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我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还真不是文化 我觉得从我们的文化的角度来讲 在大学做教授 中国文化来讲 还是挺强的一点事情 就是我们的文化当中 对这份工作还是非常尊重的 前两天 这个卡利基梅隆的satia来的时候 那天晚上 我正好和他吃饭 他上来 那天晚上没有聊任何学术的问题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因为路奇是他的学生 他就比较了路奇 就84年复旦大学来的这个 跟现在的卡利基梅隆建造的学生 他提到这个就是说 他说我觉得你们中国在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说 你们现在已经不value这个 就是说学者或者educational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外面的人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在想 我们这些学生可能就 这个现在的学生是不是说 学了以后就觉得 当老师有什么用 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 但是他问我的时候 我当时我那天 就在想这个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我们这个 其实我要回答你的问题 还是我开始 讲了那几句话 讲那比较虚的那几句话 就是说我们在 生在 这个新社会 长在红极下 我们的整个的体质 我们的环境 我们最形而上的东西 是不予考虑的 因为别人已经给我们 什么是形而上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每一天 都在做具体的工作 那么这个具体的工作 就会去做比较 那么这个具体最后来比较 说什么样的工作更辛苦 什么样的工作等等等等 就这样了 而不是说从精神层面来去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我要去 不是说回答吧 就是说来解读这个 Satia的刚才的问题的话 我就觉得说 其实会越来越 这样的问题 会越来越 这个现实会 我们越来越面临这个现实 其实你要跟这个 你跟印度faculty 你跟印度 跟其他所有地方 你去谈话 不谈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的形而上的思考非常非常多 包括宗教 包括艺术 包括文化 很多很多的 而我们 由于我们生长的环境 我们在这方面 是 是比较缺少的 行 那那那 现在已经四点三十六了 行 那今天就到这吧 赵老师 好好 谢谢啊 也希望大家都节日快乐 好 谢谢大家 好好好 再见 谢谢大家